1月14日 关于中国女排国家队选帅 陷入很尴尬的局面 1.截至目前 只有辽宁女排主教练赵勇 北京女排主教练张建章报名参加竞聘 2.赖亚文是选帅组副组长 成为郎平和陈忠和的上级 陈忠和郎平担任专家组成员 三个人都不参加竞聘 3.之前呼声很高的安家节火速签约山东女排 当主教练 退出国家队竞聘 4.之前让人期待的天津女排王宝泉 江苏女排主教练蔡兵都稳坐钓鱼台不报名 天呐 球迷热议不断 难道蔡兵和王宝泉还要郎平去邀请报名不成 王宝泉年龄早就超过60岁了 比郎平还年老啊 肯定不会参加竞聘的 蔡兵其实很不错的 她一直很欣赏李盈盈 如果蔡兵和李盈盈联手 未必不会重现郎平朱婷的女排盛世 蔡兵在2018年就说过 李盈盈是30年一遇的天才少女 她很喜欢李盈盈的 王宝泉 蔡兵希望你们有点担当 国家队主教练多么神圣的位置 好歹报名一下 有郎导的前车之鉴 谁还敢往火坑跳 一次比赛失利就被网友喷 换谁都心寒 王宝泉不会参选了 景浩中国女排景浩 连郎平都会溜溜的走人了 当下还有谁比郎平更有资格 当然最后肯定有人出任 但结局一定不会比郎平好 小编认为 1月14日 中国女排国家队竞聘主教练 真的有点尴尬 直到现在都还没有出如新帅人选 王宝泉是最合适的 可是年龄最老 不忍心啊 预测 蔡兵会担任中国女排国家队 新的主教练 带着李盈宁 张长宁出征亚运会 2022年市井赛 一旦爆出大冷门 获得市井赛女排金牌的话 蔡兵将成为 中国女排历史上新的金牌功勋教练 李坚郎平 大家说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是什么意思呢 他不应该是这样的 但是那是在做小编 不应该是这样的 这么说是这样的 我觉得是最好 并且我们不应该是这样的